假設一個調查委員立案調查了對不對 然後請相關的行政院的這個 警政署的相關人員到場 那麼第一個他可能不到場 第二個他到場了以後呢 不為這個誠實的答覆 這個時候你們怎麼辦 報告顧委員 那我們約詢人員之後呢 他是不是 他所為的答覆是不是真實 我們還會做其他管道的確認 我現在問你說 假設他不為真實的答覆 你們有沒有認定過說 他沒有為真實的答覆 而做什麼樣的處置 在監察法有沒有 互予調查委員有這樣的權利 目前的監察法沒有 沒有 所以他不到的話 你們怎麼辦 我們 因為監察法沒有對不到的人員 有提出 任何的效果的 法律效果的規定 對 但是我們 所以他如果不為詳實答覆 也沒有任何這個機制 來加以處罰 目前的監察法是沒有 但是我們會用其他方法 什麼方法 你介紹一下 就是用 比方說我從不同的管道去瞭解 這個訊息確實是真或者是假 然後呢 然後我們 了解 假設了解這個訊息是真的 我們當然在寫調查報告的時候可以來採用 也就是說我的了解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因為你們是針對這一個公務員的糾局 彈劾嘛 是 那最後說他如果不配合 你就給他糾局彈劾嘛 對不對 那如果他認定他有什麼事證 認定他當時的陳述是假的 你也給他提出彈劾嘛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權限來運用嘛 沒有辦法直接對他的虛偽陳述本身 來加以以說 藐視這個你們監察院來加以處罰吧 這樣的講法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剛剛顧委員所建議這些呢 我們都尊重監察委員 獨立行使職權的這個 我說依法啦 我說依法 那不然要怎麼 怎麼強制他來配合呢 那因為目前監察法對這個沒有規定 那你們有沒有因為他不 不拒絕到場 拒絕配合 接受詢問 或者 因為虛偽的陳述而加以 把他這該各該公務員進行彈劾的 這個部分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 另外幕僚人員 我們可以請蘇研究委員 簡單講就是說 這樣子有沒有構成公務員 應該要被彈劾的要件 這樣子好不好 如果 依照我們監察法26條規定的話 只能 雖然是規定說 可以去詢問相關人員 但是不得拒絕 但是並沒有 他拒絕的那個罰則規定 那如果公務員 那這樣的話 警政署假設就對於說 他打人的警察 他就公務員找不出來 他事實上那一部已經找出來了 那你們能夠怎麼辦 不是 如果是一般公務人員的話 他如果 我們另外查 具體事證的話 我們可以彈劾 但是對於一般的民眾的話 他如果拒絕來 我現在講的是公務員 公務員可以 你負責的對象 當然是公務員的糾舉彈劾 具體事實 具體事實假設說 他到場明知 這個是虛偽的 而他仍然為這樣的陳述 你們是可以給他做一個彈劾的動作 公務員的那個部分 公務員這一塊 他如果 具體事實我們可以彈劾 如果他有違反刑責的話 我們還可以做一個移送法拜 具體的有什麼刑責 他你又不能辦偽證罪 我們新法的偽證罪 有處罰到他這一個嗎 他並沒有 刑法違證罪的要件 應該沒有到那一塊吧 沒有到那個部分 對啊 那你怎麼把他送 那如果說他是 送刑責 查到如果他確實是有 有違證的話 虛偽陳述我們才有辦法 不然的話 那我再會講 你們的調查權的刑責 依照這一個監察法的26條的 應該是第四項 是 第三項吧 應該都是秘密刑責 對 並不公開 那我們 立法院如果要實施這個調查權 應該當然原則上要行公開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你們在於對於他以說 他不自證己罪 他 覺得有自己遭致自己犯罪 或者又受到 會有這個隱私 或者是等等 他可不可以拒絕陳述 你說公務員 他如果拒絕陳述的話 我們是 在詢問筆錄上 他如果不講的話 我們也沒辦法強制他 公務員大概是不能夠引用這個 公務員大概只能為了維護公務上的機密罪 沒錯 那剩下來一般的人民的話 你們也沒有任何強制的手段 對不對 沒有任何強制的手段 所以監察員才會被認為說 是一個沒有牙齒的老虎 那我們現在談 國會的調查權的這一塊 我想請教一下司法院的林廳長好不好 麻煩請 謝謝 也是問一下你法律上的確信 對不對 我現在最大的問題 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假設 國會調查權 給予一般的人民跟官員 這個585號解釋是允許的 對不對 是的 但是585號說最多的手段是可以划緩 是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324這個案件 然後我說要調查 那我就請警政署來了 對不對 我又請一般的人民 大家來了 那可能有的人來 有人不願意來 是 那這時候就你法律上的確信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進一步要怎麼做 我想在大法官585號解釋的意志範圍是只有罰緩而已 那麼如果是有在這個有立法院立一個法 對不起 對時間有限 我在我們就直接進入到比較細的問題 第一個他不來對不對 那麼我們要強制他來對不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可以拒絕證言 我就講了一大堆理由 比如說民事說法跟行政說法裡面都說 我會被蒙齒路 一般的人民 蒙齒路就可以拒絕 這在民事說法跟行政說法裡面有的 行政說法是沒有 那或者說我涉及到我隱私 我不喜歡在公開的場合下被講 講出來 或者我會招致我的親友或我自己被刑事訴追 這個都構成可以拒絕證言的室友 那公務員可以說我職務上要保守秘密 也可以拒絕證言 這相關 那我的問題是他這樣不來的情況之下 這個的時候 在法院在檢察官偵查的時候 檢察官決定對不對 在法院的時候是法官決定 在立法院我們誰來決定 是我想這個尊重大院立法的自由行程 如果在制定法上面有這樣的規定 我想立法院應該是有權 做這個這樣子的處罰規定 那我們立法院113個委員 那你覺得這個時候應該誰來決定 我的前提是已經經過院會決議 已經通過授權某個委員會進行調查 或成立特種委員會進行調查的情況之下 那可不可以有委員會的多數的議決 來決定命他到場 然後不到場呢 要看怎麼辦 報告委員 這個如果單純就585號解釋的議旨來講的話 是應該要經過院會才能夠決議 我稍微研究了一下民宋法跟行政訴訟法的不同 民宋法他有一個309 跟310他有一個暫緩的條款 就是說他如果不來 那個法官他可以詢問當事人以後裁定 可是他可以抗告 抗告了之前他可以暫時不用來 所以我的建議當然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要傳他來他不來 那我們還我們認為他拒絕證員的理由不正當 所以我們還是要傳他來 這個的時候經過委員會多數決議後 請他來 那他這個時候可以到法院呢 證明意義就是譬如說到行政法院 證明意義法院這個時候可能在一定的時間內 譬如說我們就訪得韓國的例子 說要求他在一個月或兩個月一定要下裁定 裁定命他要來 那他就要來了 這樣的做法我覺得 比較適當 你覺得呢 尊重大院的決議 那另外當然就是說華環 我覺得由立法院來裁 好像也不太對 我不曉得你的看法就是說 行政機關處罰環的情形很多 對啊 那立法院處罰環的機會 不太多啊 這個時候你的看法立法院應該怎麼辦呢 我覺得立法院有權對於不遵守制定法的人民 來處罰環應該是可以的 就是直接來處罰環 我當法官我直接下罰環 裁定也有啊 罰環不是罰金啊 對啦罰環啊 證人不來我就處罰環啊 他不服就到 抗告嘛 所以如果委員會 該委員會經過院會決議 成立受選委員會調查 那委員會的多數議決決定 要把它處罰環 這樣你覺得是OK的 我剛剛已經報告過 就單純從585號解釋的意思 看起來是應該經過院會決議 才可以處罰環的 現在這問題就來了 你這個要經過院會的決議 才能夠處罰環啊 我看你這個罰環要到什麼 程度之下 大家這個委員會調查 那有一個人來 或者是不願意來 或者是來了做了一個虛偽的陳述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 我們還送到委員會 把院會決議以後再送到院會 院會以後再議決 議決議以後再回到 這一個他還可以抗告 抗告還要到法院 法院再做裁定 那法院裁定下來 你看看這個 這個要 這怎麼得了啊 你也沒有什麼好的 郭委員我打一個岔好不好 因為你剛剛都提到的是公務員個人 那如果 因為我們剛才 因為周委員問的那個沒有 立法院沒有 沒有由這個調閱委員會 會向這個機關 調閱這個文件的先例 正本的先 原本的正本的這個前例 但是如果成立了調閱委員會 然後去調閱 如果這個機關如果拒絕呢 那我認為齁 假設按照585號的解釋 就是經過院會決議授權 某個調閱小組去調閱 如果他沒有來 調閱小組 調閱小組或調閱委員會 我覺得應該都構成可以划他的一個要件 因為這個大法官是585號 是有這麼一個說法 但是他有可能還是會要提出訴訟啊 對 譬如說跟司法院調 假設跟司法院調 司法院因為根據什麼樣的理由 說我不能提供 那時候那立法院這個調閱委員會怎麼辦呢 對那立法院就一定要透過一個程序說 要怎麼去 院會重新再做決議 要命他提出 或者要指他罰還嗎 那這個是不是要經過院會的議決 這個就是我現在非常 是 那如果經過院會的議決 我現在重點不再罰還 我要你把文件交出來 那他如果再拒絕的話 司法院再拒絕的話 他可能認為說你這個決議可能違憲啊 或者是這個4585號裡面 他有一些例外狀況 如果符合你這個例外狀況 那誰來做最後的這個 法院 這個裁定法院 要上法院 那個依照585號檢視的意志 他是可以院計的協商 那也有可能由立法院來做一個制定法 那麼把相關的程序做好 那麼以後如果還有徵送 就由法院來做最後處理 585就是最後說協商不能解決 就是要送到司法救濟嘛 那就一定是法院來處理啊 那現在我們只是說 我們在這一段 是不是每一道的程序 要做進一步的強制的作為 都要經過院會的決議啦 現在可能最大的問題在這裡 那如果大家都要經過院會決議 就變成每一道的程序都要回到院會做決議了 可能會是這個問題 那如果院會還沒有做成決議之前 那可能就會產生這個動作要暫停下來就對了 調閱文件的動作要暫停 叫他來做證的動作也要暫停下來 對不起我一直打岔 因為我提醒一下喔 上一屆的內政委員會曾經有這個調閱小組嘛 成立調閱小組 那麼跟行政院要調很多資料 行政院都拒絕提供 我們假設把這個狀況變成調閱委員會好了 院會成立的調閱委員會 那你行政院的資料都拒絕提供 你要反覆的去提告 然後要到法院去做法院要去做裁定 那你這個調查權等於 如果行政部門他如果堅持不配合的話 你這個調查權也是有限 可是你說要賦予國會再比這個更大的一個調查權 這個就必須要再 這也要很衡量 這想起來也很可怕 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現在 研讀相關的文獻之後 我現在沒有辦法有一個定案的原因 但是那如果說照你的見解 就是說我們就訪韓國的這個國會政言法 那就是說對於這個不來或者虛偽陳述的 我們處以刑責 那您的看法呢 抱歉 這個從單純從585號解釋的意思 當然好像還沒有到可以處刑責 這樣子的情形啊 最多好像是罰還 那麼如果 仿照國外的立法力去對於藐視國會 施以一定的刑罰 那麼是不是可行 其實 可能不是我這個層級可以在這邊做回答了 謝謝 那法務部覺得怎麼樣 法務部有來嗎 法務部有來嗎 你要回答嗎 來 請副市長 如果根據那個585號的解釋的話 他是對這種調查權的行使的極致的話 是除那個罰還 是沒有到達刑罰的那個地步 我知道那個25案裡面有一案是可以處以刑罰 但是就目前大法官內號解釋看起來的話 最大的極限是只有處罰還 沒有處刑罰的那樣的手段 那如果我們分開兩種 對公務員的部分處刑者 對一般的人民處罰還 因為他這裡面是沒有分 一戰內號的解釋的話 因為那一號解釋 他也沒有說處刑者一定違憲 他只是說 在用划緩的手段 來行使國會調查權 但是他也沒有進一步來說 但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說 依照美國的相關的立法經驗 他都認為 對於構成藐視國會的這種 可以進一步移送給蔣察官 以藐視國會罪來起訴的話 那麼韓國也有些 也有相似的立法力 那是不是當然會構成違憲呢 這個我不便回答 因為他在內號解釋裡面 甚至也提到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 機關跟機關間 他其實是一種 權力分立跟制衡 就是說行政機關 他有些資訊的話 如果他不願意提供的話 他其實如果是有正當的理由的話 他也可以不提供 他那個內號解釋也是 提到這個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 他所謂權力的分立跟制衡 這裡面到底要怎麼拿捏 是不是可以用立法行程 就不會違反這個比例原則 因為從內號解釋來看 就是說 如果你的手段 是用罰款以外的話 好像那個比例原則上 就有點疑慮 那至於立法行程怎麼樣 是不是以後可以打破這樣的一個平衡 我不便回答 好 了解 對不起 暫用太多時間 兩位請回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 油美女委員發言 時間12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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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和我们所有的各位委员 以及我们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主席和事可以请我们的秘书长 李秘书长 请李秘书长 有委员好 李秘书长好 今天我们在谈这个等于国会改革 那当然国会改革呢 陈如刚刚今天早上秘书长所报告的 就是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我们国会成为人民的国会 开放的国会跟专业的国会 所以呢在开放的国会的这一块呢 当然我们知道说有两个嘛 一个就是公开让人民能够旁听 那能够记者能够采访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些的资讯呢 能够透过这个不管是IVOD或是这个国会的频道能够出去 所以让人民呢能够得到这个完整的一个资讯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的立法院的这个记者的采访证的发放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吵了很久了 那上一次呢在2月25号的时候 有我们的这个蔡副院长 那召开了所有的这些的 不管是主流媒体或是这所谓的独立记者 或是这公民记者呢 大家共同来开会 那我不晓得说 因为在那次开会的时候 当然大家也都众说纷纭 那对于这所谓的就是所谓的公民记者怎么样来认定的问题 那以及呢就是我们整个一个空间有限 那没有办法容纳所有的人全部都进来 那到底应该要谁进来的问题 那当然大家各有各的说法 那当然也有人提到说 那就依照登记嘛 先来后到 那就是先登记的人那就先进来 那当然也有人提到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已经有记者证的这些的主流媒体 他是需要每天去做报导的 结果反而是被一些 就是说他不是每天在做报导的这些的人 抢走了位置 结果他变成没有没得报导 所以当然大家众说纷纭 那我不晓得说那次开完会之后 那我们立法院现在的态度到底是怎样 我们现在到底进行到怎么样呢 好的 有委员跟有委员报告 那自从那次开会之后 事实上我们大概朝几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用开放的原则 我们就尽量开放 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碰到的一些问题 就刚才有委员也都点出来了 就说第一个我们空间有限 既然空间有限 如果说我们就是无限制开放的话 事实上大家一定会觉得 会等于是没有办法满足大家 所以可能就采取有部分的登记制 那再来就说那个 我们所有的这些公民记者 他们也许他不是每天都在报导 那我们这些主流的媒体的 他们也是都是每天报导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影响到 反而就是说他们有这样讲说 可能就是让那些主流媒体的空间反而缩小 那这样子我想我们现在这个朝向的方向 当然这个是要等副院长来做最后的决定 我们是还没有做最后决定 不过我想我们大概的方向就是 第一个我们是一定会尽量的开放 然后空间的问题我们也尽量会克服 比如说如果说采取登记 那么有些能够登记进来的先登记 那我们也会尽量再找几个那个空间 比如说有一个做一个等于是 让这些公民团体可以到一个空间的地方 那比如说他有八面墙 然后在他那边看 如果他进不来的时候 可以在那边来做采访等等 然后类似这样子 那我们再相对的就是在配合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网路的那个直播 我们也尽量的配合 因为我们也让他们说 如果他在家里也能够看到这个网路的直播等等 也许他就不一定要走到这个立法院的那个会议室来 我想我们就朝这几个方向一起来做 不过最后的定案 我想我们还没有做完全最后的决定 但是这个方向大概是这样 最后的定案我们还是会正式的像 我们大概超越协商会正式的公告 然后让大家来决定 所以大概什么时候 应该会很快 本来是大概一两个礼拜就要处理了 但是因为那个副院长应该好有有点那个感冒 所以稍微delay一下 不过他已经这个抗议来上班了 所以我想应该会很快就会会有结果 好因为其实大家也都在期待的能够尽速的开放 那当然这里一个前提就是说 公平记者他不希望说能够被一个比较严格的管制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大家是一个平等的 那能够让尽量让大家都能够来采访 那当然这里呢也就存如刚刚这个秘书长所讲的说 我们有所谓的黑画面的问题 那我不晓得黑画面其实马上就可以改善 那我们现在已经这个朝野协商 就在3月4号的朝野协商 针对这个黑画面的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大家通过了 那个条文 那个条文是不是 有今天你有附上了 我有看到 有看到 对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里面有提到的 就是你们当然也很细气的去提到 就是立法院这会议录影录音管理规则的第二条的副表 那这副表里面其实你们有提到说 休息的时候画面放在哪里 协商的时候放在哪里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我们在审法条的审法案的时候 那当然审法案有时候是主席在台上 有时候其实是大家两边 一边立委一边政府官员 那大家就是主条的在那里讨论 那在以往那个都是变成是黑画面 那其实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那过程里面 其实是在一个论变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不晓得说这个里面 因为我从你们这个副表里面看不出来 在这个所谓的法案讨论的时候 那时候到底是不是拍摄哪里 好像没有规定 是不是能够回答一下 对 来 请说明 那个 报告委员 我们把那个会议的状态 由开始到结束 设定成14个条件 对 假设14个条件 那刚刚委员有提到就说 假如我们招委下来这边协商的状态 所以你是当作你是把他创作协商 对 请委员看第12个状态 会议在协商时 我们拍摄主席台的画面 或者是拍全景的画面 所以我们将来还是会拍全景 就包括在这个中间这个 这个委员的席的这个座位上的协商 通通会入境 会入境 所以就是说当哪一个委员 他虽然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发言 还是可以照得到他 对 声音也是可以出来嘛 对不对 就全程的录音 但是委员要拿麦克风 我们就能够收音 我们就能够帮你做记录 是 帮你传播出去 OK好 谢谢 OK谢谢 那再来呢 就是当然这些的公民记者 或是他们也觉得说 如果你没有这些的黑画面 或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IVOD的这个 就这些的讯号 能够就是说让他们串流 串流的网址能够对外提供的话 是 那当然他们就不需要进来里面 那我不晓得这个部分 当然在你们在去年5月18号 这个立法院有一个报告 当然那时候是我们等于是上一届 那在那时候有提到 就是说台式不肯把这个 所谓的IVOD的串流网址 来对外提供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开放的可能 因为事实上你把这个串流网址 对外开放的话 那当然大家有担心的是说 会不会这些的网友 对不对 就在哪个委员上面 然后在哪里批注 嘲讽什么等等 那对委员不敬 可是事实上我想 我们立法委员本来就应该要接受 所有人民的监督 那如果说我们咨询的不好 或是这个 怎样被网友在那里嘲讽 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去检讨的 当然这里一个重要的是说 他不能够断章取义 也不能够随便的去截取 或是去把它剪接 我想他必须要是完整的呈现 那完整的呈现这些网友要在下面做comment 做什么等等 我想这个就不是我们能够去限制的 我不晓得这个 我想我先简单报告之后 我再请我们的资讯处长再做补充 我想这个 就是原则上我们是超开放 就像有委员说的 我们就是要开放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顾虑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委员 我们因为对委员的一些 他的问证等等 我们也希望有一点点能够 让委员能够被保护 就不要说委员 这个他的所有东西 要被人家嘲弄 或者是怎样的 那这样子我们 我觉得对委员也是一种伤害 所以我们大概会取得一些 平衡点 所以我想我们那个原则 是跟那个 邮委员的方向是一致的 那我们现在也开始 做了一些改进 我们是不是请那个 我们的资讯处处长 来跟你做报告 好那慢点短要时间 好的 委员您好 我们朝您说这个方向 正在积极改进中 我想是网路直播的部分 只要是新媒体 我们应该就已经 立刻开始要准备事办 那刚才会中也有 会后有请教您了 您有一些建议 找一些媒体来先谈一谈 我想我们就会立即来办理 了解一下意见 那可能还是免不了 为了安全上 或者是画面上 怕被剪辑 这些方面的不当使用 应该会采取就是 他们来试行的时候 我们请他签个agreement 同意书针对一些我们的意识转播的一些尊重的规则 还有资讯安全 我们做一些规范 好谢谢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嘛 那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们讲说人民的国会 所以其实人民要参与 因此呢 就是对于这些所谓的 今年的这些的尘案 或是这些问题 其实就像上一次 我们的蔡副院长所开的 把所有的这些的当事人 关系人全部找过来 大家坐下来谈 固然说意见是南辕北侧 可是慢慢的沟通 就会慢慢形成共识 当形成共识 把游戏规则定出来 大家就可以去遵守 那比说我们以前说 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内部 几个人讨论以后 我们把它定出来 那这就是变成由上而下的 大家会觉得说凭什么 你来规范我们 所以在这里就说 当我们是越开放 让人民的声音能够进来 那大家去讨论最后形成共识 把游戏规则定出来 那一方面我们轻松 一方面大家也就去遵守 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 所以包括这里面 大家要开放就要自律 所以这里面的自律的 里面就像说 你不可以随便的去剪辑 或是你不可以去断账取义等等 那这些的 就是所谓的自律的规约 怎么样出来 那我觉得说这些事都可以透过 讨论去把它形成共识出来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尽快去把它做出来 是的 我们目前就按照这个方向在处理 好那另外一点 就是今天早上我提案的 就是关于这所谓的 我们法治局 是不是可以请法治局一下 法治局 就是对于我们的立法的品质的这一块 那我们其实以前 我在上一个上一届里面 就一直在提到 就是说其实任何的法案的制定 它不应该说今天发生一件事情 那大家就非常急就张的 然后就加一两条就这样通过 因为我们不能够个案立法 所以在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好今天我要立法 我一定会有整个一个立法的一个 这个整个一个计划 所以事实上在行政院呢 里面关于这些法案的这个审查 有一个注意事项 它里面其实贵以说 这些法案的制定 那它整个一个SOP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你必须要先制定你的政策目标 然后再确定你可行的办法 然后再决定说 好你要怎么样定怎么样法律 那检讨然后呢去出来 那甚至里面还包括各种的成本 效益跟人权这些影响的评估 那甚至里面还规定说 你必须要除了这个废纸案以外 要进行性别影响评估等等 其实这有整个的SOP 那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依照行政院 你如果是属于这些 中重大的这些法案的话 那你都是要必须要付这些的 所谓的冲击影响评估 跟性别影响评估 那他们三次我们讲说 行政院应该把这些 送到我们立法院来 那我不晓得说后来现在到底 执行到什么样的情况 他们是不是有送进来 他们实务上因为他们部会 行政院送来之后 按实际案例比较少 非常少 我们在每一次在做 政府提案法案评估的时候 我们同人都会 邀请他们部会的科长来 也都会跟他们询问 他们有时候说 因为他们这个案子 虽然有做了这个性别的评估 但是他们都是勾选 没有问题的 所以直接到他们的行政院 因为就没有处理了 但是今天因为有一个临时提案 所以以后如果是我们 这种政府提案 我们要赶快拿法案评估 给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就这个部分 他有做没做 我们都在座谈会记录里面 把它载明 然后甚至我们邀请 有关的学者专家 就这个不足的部分 我们会再做 以上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非常希望说 强化法治局 当然我们知道说 你们可能就是以前 可能因为制度或是因为规定 所以让你们这些权责不明 或是让你们想要发挥 没有办法发挥 但是现在我们的国会 我们就是要加强 我们所谓专业的国会 因此我们希望说 你们法治局 有这么多的人 真的能够发挥你们的效益 那这里面就是说 冲击影响评估 还有这个性别影响评估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 下一次对行政院 因为今天早上你说 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法案送审 尤其在审查会之前 你们都会把这个所谓的 评估报告上网 但是我叫我的助理上网去查 他们说没有看到 所以我不晓得说 你们是只是挑选几个法案 然后去做评估还是 我们现在因为 我们法治局的人力 我们主要是针对 行政部门的政府提案的法案 没有错 但是你也不是说 行政部门的法案都有啊 就像说礼拜一的 我们的这所谓公务员利益冲突法 也都没有啊 对对对 他像这一次有一些是因为他 他送来的话 有一些是因为他借起不明 去送的 有一些因为 可是借起不连续是上一届都已经送了 上一届你们也没有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希望说你们这个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要排法案 那法案之前对不对 这些法案去从行政院送到立法院来 你们应该就像对我们的主席所讲的 你们应该就有一个立法的计划出来 那哪些東西應該事先比較大的這些的法案 可能就要事先去做研究做評估 當然我們希望說行政院他在送這個法案出來之前 他各國的立法律就已經有所謂的參考等等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希望說我們在立法院我們的法治局這邊能夠補足的這一塊 因為事實上我們的立委 我們不太可能去期待我們的助理 全部去做各國的立法律的一個比較 那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的法治局 能夠真的提供我們專業的一些的建議跟參考 好 謝謝委員 謝謝佑委員 來兩位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許淑華委員發言時間12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請主席有請法治局高局長 請高局長 委員好 局長您好 早上呢我剛好聽到您在答覆段委員的質詢的時候 我非常的不以為意喔 立法委員以正式的公文行文給你 你們沒有用正式的公文 答覆 跟你拿資料 你用電話的方式 你告訴他哪個單位就有了 請他自己去拿 我不曉得為什麼你的部門喔 會這麼樣的如此傲慢 是你個人請我們同仁這樣做 或者是你們局裡面一向是這麼行事的 任何的立委行文給你 你都必須要提供你的資料 如果有涉及到不法的 或有一些是機密性的 你當然要用正式的公文去答覆 你不方便提供 怎麼會是用這樣的態度喔 難怪今天有非常多的委員來檢討你們喔 因為我到立法院的時間才一年多 我不曉得過去你們法治局 是不是都有必須要到每一個委員會 或者是到我們本委委員會 來提供你們的意見 那或者是說一定要來備詢 我先請教一下 過去的實務做法 就是像早上所講的 因為立法院組織法 跟各委員會組織法 它在立法方式是放在兩部法律 那我們實務上基於這個 實務界的一個文官倫理 跟法治面的部分 我們是站在比較保守立場 就是走靜態的 就是有要求你們來 你們才必須來是嗎 嗯就是說我們 因為是我們的人力調配 但是因為昨天 有做了這個決議之後呢 依照大法官三四二號解釋 這個議事規範可以做一定的變通 所以以後我們會遵照委員會 那我請教喔 如果我們以後每一個委員會 都請你們去提供你們的相關的諮詢 包括列席可不可以 每一個委員會 確實是這樣子 那如果每一個委員會 八個委員會 在現在開議期間呢 都請你們去提供相關的諮詢 你們的人力上可以嗎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 像今天早上委員有要求說 我們弄一個分工的一個原則 那我們到時候分工原則會出來之後呢 再會跟委員做報告 嗯好 我想不要等到我們行政院 或者是立法院 人家來檢討你們 希望你們自己對於自己 能夠提出一個內部的改革 今天你也聽到了很多委員 對你們的指教 我想要先請教你 對於這麼多的意見 您現在有沒有想到 要怎麼樣去對於你內部 包括很多委員提的 在很多提供相關的意見 包括你們在很多法案的評估上面 怎麼樣來簡化你們 還有加強你們的功能性 你能不能簡短跟我回答 我們現在這個局裡面 事實上我們也有在積極在做 因為早上可能回答的不是那麼完備 就是我們對於 最近這個媒體界所關心的那些 比較重要的問題 比方說像黨產的問題啦 或者是那個 這個轉型正義的相關問題啦 或者是年金改革的議題啊 還有一些 社會將來會直接面對的 高齡化或少子化的問題 那我們都會預先做好相關的一些 專題的一個研究報告 另外我們將來會到各委員會時候呢 我們會掌握委員會的一個 排案的議題的動態 那在像剛剛有美女委員說 像某一些法案 因為我們比較來不及去寫的時候呢 幸好是說我們有人就會親自來到這個委員會 直接可以提出口頭的一個法制諮詢 所以我非常謝謝委員會 給我們這個機會 好 我們很期待 看到你們這個 對於自己的自我的取習 提取 而且能夠真的 能夠看到你們的一個功能性 好 謝謝機長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那我接著請主席 邀請我們總統府的陳專員 啊 總統府 總統府是哪一個 陳專員 第一局的專門委員 來 陳專委 陳專委 謝謝 專委 謝謝啊 依據我們國家的行政的憲政體制 行政院長是由我們總統來任命的 那當然我們國家目前來講 雖然說雙手長制 但是還是偏向於總統制 那我要請教的是 在我們憲法徵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的規定 立法院在每年的集會時呢 得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 我在這裡要請教你 過去呢 因為我們國民大會集會的時候呢 我們是可以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 並且討論國事提供建言 那一年內呢 如果為集會由總統召集會議 那在第六次的休息